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远东泡泡兵赞助我们非常多的泡泡兵 大家带回来吃较冷 天气炎热 基隆知名的远东泡泡兵 今年特别来响应市议员郑文婷举办多年的爱心冰箱平台活动 除了赞助爱心经费 也分送泡泡兵给弱势民众 让大家能清凉消暑一下 因为远东泡泡兵在基隆已经68年了 都是靠在地人的支持才会有今天 然后我们很响应郑义员这样的活动 因为远东泡泡兵每一年都会捐一天的营业额 在4月份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在4月份过世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从2015年做到现在 然后我觉得郑义员也很支持在地 然后很关心落势这一块 所以我们才今年决定捐给爱心冰箱 服务处的爱心冰箱其实已经进行了将近4年的时间 那这期间得到很多善心人士的一个帮助 那今天是由我们远东泡泡兵 石董市长他来帮我们做一个捐赠的一个活动 那石董市长他一直以来在各界 他知道有弱势的一个族群的话 他都会非常热心的来帮助他们 那今天他除了支持我们的爱心冰箱之外 他也提供了远东泡泡兵100杯要来送给我们今天的分享户 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得到一些消暑的清凉 游市议员郑文婷举办多年的爱心冰箱平台活动 都是由善心人士捐赠新鲜的蔬果等食材 还有许多志工来帮忙整理摆放蔬果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弱势民众 我们总共差不多要10个月 10个月就是你流流流流流流流 我来说因为我退休了嘛 退休的你总是 以前还没有退休是为了生活嘛 现在退休的我们是说 应用你做的什么可以做 可以做一些爱心的东西 有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就在这边出来做 这是说人生间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在社会做一些事情 尽量去做 我们的分享户大概都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还有身心障碍人士 那这些都必须要有 趋公所的一个证明文件 我们才能够来分享这些 爱心的物资给他们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赞助的 爱心的善心人士 他们希望能够把有限的资源 都分享给真正需要帮助的民众 领到物资的民众也向市议员 郑文婷跟善心人士表达感谢 市议员郑文婷也期望 透过爱心冰箱这个平台 串联起社会更多的爱心资源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